大家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照片吓到过 说一个我的经历吧 那是在好久之前 当时是一个夏天的下午 外面的太阳很大 我就在家里上网冲浪 那个时候上网也不像别人 要么游戏,要么看剧 我很多时候是漫无目的的 看到什么有趣,就去看什么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点进了一个帖子里面 那个帖子的标题是有点恐怖的 但是我点进去看了也感觉没有多吓人 然后我就手键往下翻 就看评论嘛 结果呢,就看到评论区里面有一张照片 说盯着这个图看,会有惊喜 然后我就在那盯着看 就觉得那个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个树林 旁边还有一个小房子 就因为他说有惊喜嘛 我就看得很仔细啊 就有点全神贯注找细节的那个感觉 然后就在我巨镜会神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 一个男性真子的身影,毫无预兆的 突然出现在那个房子旁边 就那个画面当时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然后还没等我缓过神来 那个身影就连续两个闪现 就已经出现在了画面的最前方 就整个照片就已经被那张恐怖的脸给覆盖了 披头散发的,皮肤呢惨白 而且就那么直勾勾的盯着你看 我当时就属于直接吓蒙的,那种恐惧是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种的 它是直击灵魂的那种恐惧 那之前直播的时候我就说过啊 我最怕这种眼神上的交汇,可能就和这次经历有关 那当时的我呢,就说什么也不敢在家里呆了 大下午的呢,就跑到了外面去 但是还是觉得害怕,哪人多就往哪去 虽然感觉好了一点吧,但是还是不敢回家 后来呢,就打车去了亲戚家 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回家 这个呢,就是我被照片吓到的一次经历 印象是极其的深刻 可能是我胆子小吧 所以呢,就会对类似的事情有一些抵触 就比如说河南丰门村的那件事啊 就是我一直都不愿意去了解的 因为丰门村的事件里也有诡异的照片 但是呢,后来我还是去了解了一番 因为听到了一句话,说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还有呢,就是孟非老师的节目也挺好看的 那丰门村呢,是一个无人村 2007年就已经完全没人居住了 有媒体呢,把那里称为中国第一鬼村 说明那里呢,是有许多说不清楚的现象 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丰门村 是怎么走到大众事业当中的 从2008年开始啊 当时的互联网论坛上呢 就出现了一些关于丰门村的传闻 发帖的人呢,都是一些户外旅友啊 他们讲述了在旅行途经丰门村的时候 遭遇的一些无法解释的怪事 由于许多的内容十分离奇 所以很快就在互联网上被大量的关注 很可惜呢,那些帖子已经很难再找到了 所以我们只能粗略地列出一些途经丰门村的团队和他们遭遇的怪事 比如有一个七人团队啊 在途经丰门村的时候,所有的队员都会莫名其妙地丢东西 还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晚上在丰门村附近露营的时候 一个女人在篝火旁边突然休克 还一直在胡言乱语 另外还有一个十五人的团队在暴雨中速营 然后就听到了村子里传来了奇怪的喊声 喊的是一个人的名字 还有其他队伍的女队员出现了神情恍惚 常哭不止的现象等等 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些团队和怪事呢 并不是同一时间在同一个论坛里发出的 应该它是属于遍地开花的那种 但是呢,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觑的 这些影响力呢,就让后来的媒体把目光也投向了丰门村 前面说的孟非所在的江苏卫视栏目组呢 就制作了一期专门关于丰门村的节目 这期节目可以说又把丰门村的热度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许多不上网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个怪事连连的无人村 那之后还有一些电视栏目也对丰门村进行了探访 就比如江西卫视的经典传奇 还有央视的走进科学等等 那么中国第一鬼孙的名号呢 就是当时的媒体给起的 孟非主持的那期节目就把一个队伍中的几个队员给请到了现场 其中有一个女队员在丰门村外露营之后啊 脖子上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抓痕 她说那天自己是穿得很厚 即便中途和其他队员有过拉扯 但是都没有碰到过脖子 所以她自己是怎么也想不通这件事的 而她为什么要和其他队员拉扯呢 就是因为她进到丰门村之后 就感觉极其的不舒服啊 就是想走 但是其他队员呢又不想让她走 就发生了拉扯 结果呢她还是留了下来 然后就在他们露营的当晚呢 这个女队员是一夜都没有睡好 她一直听到帐篷外有脚步声 就像有人在附近来回踱步一样 那么天亮起床之后呢 她就和别人说起这件事 诡异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到同样的声音 那么紧接着她就发现脖子上有了抓痕嘛 你是可以感受那个女生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而这个时候主持人孟飞问了女生一个问题啊 问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舒服的 那个女生就说 在丰门村的一个房子里啊 有一把清代的太师椅 他们几个队员就轮流的坐上去照相 从照完相之后 她就感觉不对了 而她提到的这一点呢 也正是网上流传的奇怪现象之一 在当时的论坛上 就有许多关于封门村帖子里面 都提到了那把太师椅 而最诡异的 就是几乎每个坐上去的人 都会发生一些反常的事情 比如丢东西 高烧 胡言乱语 甚至休克等等 而那个女生说她们轮流坐在太师椅上照相 也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个还不是那个女生说的 是队伍里的另一个男队员说的 她说她当时给好几个人拍了照片 但是后来发现啊 有一张是全黑的 而她清楚的记得 当时屏幕上是出现了画面 可是在电脑上就完全是黑的 而且不光如此 在她拍摄的一个门的照片里 居然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一个人影 那么网上呢 也流传着一张封门村的照片 里面也有人影 其实这个现象对于我来说 实在是太过刺激了 所以这一段呢 我是没敢看的 生怕自己再找出一点别的什么东西 不过我看到有其他人说啊 说那个人影呢 是有些牵强的 那么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古怪 就是太时宜和照片上的人影之外呢 电视台还关注一个地方 就是有队伍第一次去的时候 明明看到了棺材摆在房间里 但时隔不久再去看呢 棺材就不见了 那么这三个古怪 就是当初许多媒体最关注的了 后面呢也会有解释 但是我一直都想知道 这个女孩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样的 因为确实有一点说不清楚啊 那么江苏卫视为了这期节目呢 还带队实地探访了封门村 那个女孩虽然是百般的不情愿 但是还是一起去了 设置组呢 也的确印证了一些传言啊 比如在接近封门村的时候 指南针就不好用了 包括一些电子设备 还有在封门村外的三个方向啊 确实存在三座庙宇 而且就在他们去的当天 突然天降大雪 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绕路才能到达那里 然后古怪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在经过一夜的露营之后 那个女生的脖子上又出现了抓痕 实际上在演播厅里面 现场看到的清晰抓痕 是女生再次去封门村又出现的抓痕 那么到这里呢 相信你会和我一样 觉得封门村确实很恐怖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时的媒体 对这些现象给出的解释 那关于出现又消失的棺材 是因为当地的殡葬习俗 有着落叶归根的观念 亲人过去会把棺材停放在老家几天 然后再去下葬 那可能这个过程呢 就刚好被旅友给看到了 那指南针不好用 是因为封门村地下有金属矿 影响了磁场 那可能也是同样因为磁场的关系 拍摄的照片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才出现了人影和黑屏的现象 那把太师椅的诅咒呢 就属于是心理暗示层面的了 说起来呢就有些复杂 至于女生脖子上的抓痕 这个确实不太好解释 不过医生分析 可能是某种虫子 在皮肤上留下的分泌物 在去擦的时候 形成了像抓痕一样的印记 最后 关于封门村为什么变成无人村 也给出了说明 这完全是因为那里有着交通 教育和用水等等的诸多不便 才导致封门村全村搬离了那里 而不是像之前传闻里说的 封门村像是受到了封门绝护的诅咒 所以你看那句话果然是不假 消除恐惧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面对恐惧 经过这一番解释之后 是不是就合理了许多呢 只不过我还有一点疑问啊 磁场干扰确实可以解释一些现象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个磁场本身 它就是一个古怪的所在呢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